中国好声音 现在的一些00后肯定都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可真的算是比较老一辈的歌手 但是他在歌坛的影响力绝对是巨大的 但是其实李健在刚来到好声音的时候 肯定会有许多小伙伴都不怎么看好他 为什么刚开始不看好他呢 因为李健看起来比较严肃 文志彬彬的感觉不适合综艺节目的这种氛围 但是李健凭借着自己的幽默风趣的性格 在第一集中就被许多人喜欢 在之后的节目中更是人气暴涨 李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文志彬彬 但是实际上李健也是个名副其实的乱的手 这可跟费玉清酒的一拼啊 两个人都是文志彬彬的外表 但是内心里面都是非常的幽默搞笑 十分的惹人喜爱 那么如果李健离开好声音 你们想让谁代替他 看看下面的几位明星 你会选择哪一位 尤其是最后一位明星的人气 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薛之谦 薛之谦在近几年里人气一直非常高涨 并且活跃度十分的高 也是由于自己实力很强的原因 发布了许多好听的歌曲 如果薛之谦加入好声音 一定是一位非常不错的道士 三十三黄紫涛 黄紫涛对于一些妹子都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长相十分的帅气 并且自己的舞台感染力十分强大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非常厉害 也是一位不错的选择 费玉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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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